主料,菠萝一个,鸡胸肉200克,蜜饭350克,主料,青豆,胡萝卜,精盐,背景,料酒,鸡精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用菜人数,1-2人,先先菠萝切小块后用盐水泡一下,待用,接热过水后切成丁,锅内放少量油,接着把过夜的剩饭倒入锅中, 翻炒,并加一点菠萝色香油翻炒,下入鸡肉,精盐,背景,料酒,鸡精翻炒,下青豆,胡萝卜继续翻炒,并加少量胡椒粉,最后加菠萝翻炒即可,烹饪技巧,炒的时间不要太久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